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也是做人 怎麼能做到 修心 修得那麼糾結 我來說 肯定也是很普遍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真的很糾結的話 那你就按照你的方法做了 因為這個是需要修正到不同程度 人的真良不同對很多東西的看法就不同了 那真的 對一個佛經來說 你把它看成藝術品也行 看成一個白紙黑字也行 看成是一部至高無上佛就在那兒做著也行 看你修正到什麼程度去怎麼認為 你要它是一宗佛你就不能亂人 你要是白紙黑字的藝術品 或者是一個白紙黑字的一本書 那有什麼呢 隨身到哪裡都行 那這個就是看你修正的程度 如果你真的是對這種形式還蠻糾結的 那你就按照你的來做 那就算有時候心平氣和的 那我打文字的時候我也打文字了 那我打文字的時候 我是很抱歉地對不起打他一下 打死了 那我也沒有說很憤怒也沒有什麼 但是真的對不起 誰讓你轉了這個文字呢 那我只能以這種方式操縱你了 那因為你真的是影響著大家不得愛你 因為畢竟是你在人 他要休息打坐啊 他要去睡覺啊或者什麼 你影響到他了嘛 那就只能是說把他打死了 那當然說你去操縱他那是另外 就是這些問題呢 我覺得做為一個休息人 當然說 除非這個老師特別的要求你 這個上司啊這個傳承上 特別的要求你就是 因為他有傳承說 微細的這個殺生也不讓你做 就是一點點這個文字 他特別強調了你不許做 那麼他這個上司可能根據你的耕氣啊 或者你修正的程度他要求你 如果這個老師沒有這樣要求你 或者是我們剛開始涉獵佛法在人道的話 比如這種打蚊子啊吃素啊 或者是有些小小的這種好多形式上 是呢展示不放在重點 先忽略他 先不要為你們糾結這些事情 先去糾結我們的貪嗔吃脈 也什麼時候能能穩定住啊 我們的情緒能不能波動啊 能不能定住 然後我們能不能了解釋迦牟尼佛究竟說過什麼話 這49年 他49年在人道傳法 他究竟說過什麼 先去了解他的東西 然後了解他的東西 用他的東西 儘快地把我們自己從苦難和煩惱都救出來 剩下的再去看文字該不該大的問題 或者因為要吃災的問題 或者是應該怎麼樣去直接 或者再去選擇 先去把重點去看 因為把那個釋迦牟尼佛的智慧 你先學了 你先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制定戒律是為什麼 他說不殺到一望去 制定這些戒律 強迫弟子去執行 從離親去 他的目的是什麼 你必須先了解這些 然後你才能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否則你就是一種形式上的 好像讓那些讓不學佛的很多人 還覺得你神神道道的 還有說這對學佛的人 你看這還活不活了 連文字也不打 坐在那兒怎麼走 我覺得是重點 先學什麼 隨著你的修正 你自然會抉擇 但是你說我現在就糾結了 我現在因為我有三四個師父 這個師父說要打 那個師父說不學打 那個師父說要把經典放高聰 那個師父說要在中介 我到底聽哪個的 然後呢 那你就放高處的時候 這是佛像 放在底下的時候 就說是一本書 放在中介的時候 你放在哪 就說放在上面不對 對不起那個師父 放在下面你就直接心裡說 抱歉對不起了 直接隨便防衛 這個時候就說 輕鬆一點了 學佛一定不能那麼沉重 但是就像我這邊跟著很多 大家一起跟我說 我很少講這些形式上的 太多的強調他們一定要這麼做 就怕他們心裡太多的印記 因為你必須先把重點介紹給他們 佛陀四十九年說的 在這個世界傳播的那些東西 我們一點點還沒聽到 你就再從行事上 先從行事上去約束他 他會很茫然的 而且做起來很辛苦 沒什麼放上邊也行 放下邊也行 主要我自己本身沒那麼究竟 那我覺得我自己做人 其實挺 通過這種感情的 這種情路 放鬆的感覺 這個也沒關係 其實是最重要 其實所有的問題出現在 我們覺得 有時候你不覺得 有的師父 他說讓你做 你說這是個形式 你回家 但是你不做 心裡比較怪怪的 老覺得好像 好像被阻軸了 或者是心裡那種難受 你不做心裡 覺得有印記 覺得隱隱隱隱 微妙的那種感覺不舒服 是吧 倒並不是說這個師父 你也知道他也沒說錯 恭敬嘛 結婚 重點是出現在什麼去 每個人我們內在的那種 復旧感 知道嗎 我們每個人有一種復旧 就是復旧啊 才會那些心態啊 這個只要有我 如果你在這個 佛學不是經常講 人無我嗎 說我們人是有一堆 信息組成的 裡面其實是沒有自我的 那麼如果你這個 人無我這一塊沒正的 就是這個自我還在那裡邊的話 你認為有一個成人息在那裡主宰 在修行 在什麼 你認為有這樣一個東西的話 那你就糾結一定會有的 印記一定會出現的 不是在這些世上 其他世上的印記一定會在那裡影響 影響你的印記太多了 沒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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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成佛 你本來就是啊 沒有一個成佛的東西啊 什麼都是佛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尋找個成佛的東西呢 宰體 就是其實 如果你一定說有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在人力 在人力的角度 不是說它一定要有個像 人力是說 一定要有一個像來宰體 宰這個體 那如果是都佛來說 一切像都是宰體 這個東西也是佛的宰體 這個也是 但你能認可一切像都是佛的宰體嗎 一定是你成佛嗎 不是他成佛嗎 如果無我的時候 一切都是你啊 一切像都是你啊 但是一切像都跟你沒關係啊 一切像都是你 一切像都是你 但你不是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是佛 空性 圓滿的空性 但你不是 就是一切像都是你 但一切像都是幻像 幻生幻免 都是幻 知道吧 就是你包含宇宙的一切 但一切是幻 所以就是再像離像嘛 就是你再離像裡面 這是金剛筋最重要的東西嘛 這一點 但這一點 關於意識層面 可能不太理解 其實如果有一天你贈得了 你會發現 真的沒有一個所謂主宰的東西 所以說是在那兒成到了 是 這個宇宙的本質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認清楚了這個 表示你成到了 一切都是你 你無處不在 風也是你 雨也是你 油也是 那才叫自在啊 你如果是沉醉心 有啥自在的 沉醉心有三維的種種烙印啊 有三維的局限性啊 有三維的椰耳鼻舌生意啊 三維的椰耳鼻舌生意 總是有缺陷的 那這個自性有什麼意思 自性是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 我們先假定我們有一個自性 有一個佛性 有一個如來本性 先假定 假定 因為我們要通過這個來 通過這個頭椰來 你們沒辦法通過這個杯子來成佛嘛 雖然也是你 但是你這個物質很難 你借靠它來修嘛 那麼我們通過這個 這個放下這個椰耳 看破椰耳鼻舌生意來成道嘛 那麼些假定這是假的 有一個真的 這都是說法的方便 到最後你成道 你發現沒有自我的手 其實你只有一個 無我的政治界在那裡 但這都是成道的講法 就是什麼叫無我啊 什麼叫有我啊 什麼叫有為 什麼叫無為啊 什麼叫慈悲啊 其實這都是相對於人力 成道路上的種種文字概念的講法 只有這些東西要言語道端 要消失的 沒有真的是沒有法治要破完 你只能是一切你才能自在 你從一切裡面見到你你才能自在 不是你有神變神通就自在 要不是有神通的 地點 吸引人道 血液 血液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